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我以为你选择了什么 你这辈子从来没有 我以为你在了解我 我以为我在想什么 我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我以为你都懂 其实你什么都不懂 又开始了 这没办了 你在怪我吗 我不是怪你 我今天 昨天晚上 我给你拿了礼物 昨天晚上 没有来得及给你 我特意送上来 给你一下 我怎么知道 我会碰到成语 他刚才下来的时候 我就猜到这个应该就是成语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一个陌生 一个陌生年轻人 从你家里走出来 我不想让你 往自己身上 懒一些根本就 没有必要的事情 我往身上拿什么 你已经够倒霉了 你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然后你非得要 去沾着这么多问题 我沾着什么了 你刚才说什么 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成语 你是想让我欠你一辈子 让我愧疚一辈子 你现在想要还给我 是不是 真的我不想跟你 你 怎么了 你是走了又返回来 可以要找我辨一下 让我跟你认个错 什么事我要不要给你跪下 你给我跪下干什么 除了我除了跪下给你认个错 倒个欠是我的错行不行 你倒我什么欠 你跟我倒什么欠啊 我给你跪下可以不 你跟我倒什么欠 你出了吗 那你上来是为了什么吗 就是要找我辨吗 为什么你一来 为什么你一来 你看到我跟成语在那边讲话 可能 可能我今天心情不好 说话大声那一点 但是我根本没有跟他吵架 我只是 我只是想到我自己 我就劝他 我说 还是不要去 打扰安音的吧 你听到这个就不舒服了吗 那不是吗 我刚才问他 他也是一个汉主的 你说的不是打扰 你说的让他早点去程度吧 你说还是让他相信你什么什么的 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边这么久了 你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你就要让人家走是不是 那这个你在直播 如果安音看到了 安音心里会怎么想你 然后成语又会怎么想 你这样子的话 以后你的 我感觉你就是在往自己的身上来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说 你才懂 我在意这些东西吗 没什么文化 我说出来的话又那么难听 为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 那如果不是你问一下家人 你问一下你 你开始直播间 你开始你问一下你直播间的人 是不是不如不要去 往自己身上来事情 来 那么现在 在外地很多人都跑到梁山来 找一个女的在那里 一直就是记录 一直在拍 那你怎么不去 来你一个一个去让他们都回去吗 我真的 你找不到试错了是不是 我觉得你认识我 你已经够倒霉了 你的事情已经很多很多了 你凭什么为我做决定 你这么大 所以说了你怎么都跟三岁孩子一样 什么事情都不懂 什么都要往自己身上来 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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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那个阿姨的朋友 任都不认识 一直见面就搞成这个样子 咋了你是闲的很是不是 你在你在你在教训我吗 好 我就当我是在教训你吧 你上来你就是咋了 你怎么呢 是看到看到陈宇拿着手机对着我在那 我家 然后你就可以上来上来找 为什么 你是来找叉叉的 为什么这段时间不是一次两次直播 你动不动就对我发脾气 你没有一天是开心的 我不是吃醋 我吃什么醋 我亲爱的看到你在安音直播间 你们有说有笑 你们过得很 你们 你们很开心 你很轻松 你刚才 刚才我都还看到 陈宇 陈宇电话 陈宇拿着手机对着你 你都很开心 跟他有说有笑 可是为什么你看到我 他是安音的朋友 人家 他是安音的朋友 你就要对他很开心 你就要对他很热情 可是你对他 可是你对他我的时候 为什么你就非得每一次都要生气 每一次都要 那你是来责怪我的吗 好是我的错 我故意的 我刻意的 行了吗 是我在逃避 可以了吗 可是你一开始 不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我们只是朋友 我们只是认识而已 一开始我们只是朋友 一开始我们真的 我们连朋友都不是 可是慢慢的 我也在努力 我努力过了 我知道不行了 什么不行呢 你着急了 可是我这边 我自己又没有办法 那我能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去做 我着急了 你就要把我推开是吗 那我没有办法呀 我现在我根本就不能为你 那你要我怎么办 你要我现在 像他们说的 我要跟你一起直播 是不是 你就每天开开心心的 我们一起直播 一起去街上卖菜也可以呀 你为什么每次我来的时候 反正你再也没有笑脸呢 你也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 你来到这边 你待这么久 你付出了这么多 可是你现在想要一个明确答案的时候 我都给不了你 像这样子 就算我们以后能成为一对了 那怎么办 你的父母会怎么看待我 把我当成什么了到时候 我家里跟你家里 谁的孩子不是父母生的 谁的孩子 谁不是父母心童肉 就包括我爸妈 他们想 他们要把我嫁出去 要怎么样 也还不是说 可能这个人条件还好 或者怎么样 还不是说 想让我们嫁得好一点 可是呢 没有父母会想害自己 可是结果呢 你被人打的时候 你家里谁有在现场 谁又搬了你 什么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 跟我请离开两三吧 对啊 所以你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自己 我这边 你听我的吧 没有办法 那我怎么 你就不能为自己想一想吗 你不为自己想想 你也为我想一想 你是想让我为你想吧 我已经 我们认识快一年了 但是大半年来 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事情 我每天都在想这些 你没有出去过 你怎么知道 我都没有去过一千的吼叫 你如果真的为你的父母 为你的家人找钱 你就应该离开 你在这边每天也是 他们也担心你 你没有一天过得开心的 谁会不担心你 真正关心你的人 他们都很担心你 如果你在外面 你跟我一起出去 好吗 你不想去福建的话 我们可以去上海 我们去广东 我们哪里都可以去 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我要去哪个地方 我不想去哪个地方 所以我根本就没办法走 你为什么没办法走 你这么大的人了 你不是三岁小孩子了 对是的 你就不能为自己着想一下吗 看来我的选择还是对的 我最终做出这样子 你选择什么 对的 你觉得你选择是对的吗 对的呀 我以为 你选择了什么 你这辈子从来没有 我以为你很了解我 我以为我在想什么 我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我以为你都懂 其实你什么都不懂 关了窗 醒了灯 闭了眼 什么着走掉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